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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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教大家 整小焗花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也好看的 像這一種 一朵一朵 做這些花是用什麼材料呢 我們可以看到 好像這些環保袋 其實我們也是用很簡單的材料 像这些环保袋 屋皮有些什么颜色都可以用来的 红色 蓝色 紫色 我们都可以用的 我们都会环保一点 做花也有环保一点 还有什么材料呢 我们会用到尺棉签 这一组棉签是有空心的 像里面有个孔孔的 还有这些牙签 还有双面胶 还有这些颜色黏的胶纸 剪刀 还有一个筆 首先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 像这一张环保袋 我们拆开了之后 我们就像这一种的 这里是1cm 然后这里是2cm 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一张 我们试一下 1cm 画一画 这边呢 也是这样的 1cm 然后2cm 然后我们拿8cm 这样 这样对着 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 为什么我们又画一条线呢 就是一会儿像这样的 我们黏一层双面胶 这样画完之后呢 我们剪了它 剪到这样 剪完之后呢 剪到更长 我们有多少呢 我们有多少呢 是有15cm 这个位置 我们也是画了15cm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我就不做了 大家都是剪那么长 剪完之后呢 剪完之后呢 我们就拿 这个双面胶 好 然后黏在这个上面的1cm的位置 黏在这个上面的1cm的位置 就像这样的 像花瓣 这样的一层这样的 像花瓣 一点点这样剪吧 好 我等这个剪完之后呢 好 我等这个剪完之后呢 我等这个剪完之后呢 我们就拿个面线 然后这个面线 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当那个花生了 那我们将双面胶的外面那层呢 慢慢剪掉它 那我们将双面胶的外面那层呢 那我们将双面胶的外面那层呢 然后拿着面线 放在上面 那我们 加一点点 那不是全部黏 如果全部黏了 那花生就没有了 那我们慢慢卷 慢慢卷 然后一路卷 那小心一点 不要卷把它弹着 就不漂亮了 OK 我們就捲完了 其實我們這樣看 這個花就粗了來了 但是我們也有做成這樣 它也有一個花底 對不對 我們就是剛才拿那個綠色的膠紙 我們剪一段 看著大概有3.5cm 3.5cm就差不多了 這個多一點都沒有所謂 我們貼在下面的位置 都是這樣 慢慢貼過去 對 OK 下面呢 我們就隨便這樣 一轉 就完成了 這樣啊 我們現在呢 剛剛說 都用到牙籤 這邊呢 這邊呢 我們還可以做一個 做一朵花的 我們可以剪掉它 這邊 剪掉它呢 用牙籤 這樣 插進去 好 插進去之後 我們就 剪多一條 這些綠色的膠紙 就好像 長長一條的膠紙 我們就打斜著 打斜 這樣慢慢貼下去 轉著 這樣 一直這樣貼下去 這樣一朵花就完成了 你看 那這裡呢 那個花好像沒有那麼 像外面呢 我們就可以用剪刀 這個位置 有個冷的嘛 我們可以 摸一摸它 這樣可以 向外 這樣 就這樣 摸一摸它 這樣就 搞定一朵花的了 對不對 就好像這些呢 是顏色的 是不是 顏色的 我是用 我的口罩 都可以這樣做的 用一朵顏色的花 家裡有 各種顏色的 那些環保袋 你都可以 全部可以 用來做這些花的 做 完成這個 作品啦 我們可以在家裡 插進去 瓶仔 花瓶裡邊 都蠻好看的 對吧 大家都要試一下 在家裡 好 吃